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读自日通鉴 在上一期里我们读到了秦昭王命王和替代王陵继续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 赵王便向天下诸侯求救,其中魏国的援军屯兵于邯郸城南的叶城 因为魏王受到了来自秦国方面的压力,所以大军便不再前进 而是名为旧赵,十甲两端了,果足不前 那这个事怎么解决呢?到底是旧还是不旧?我们先不着急说 让我们从一个人的故事开始说起 此人便是魏安息王的弟弟,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姓邻君魏无忌 出魏公子无忌,人而下世,至时刻三千人 这个仰世是战国四公子的标配了,没啥好说的 魏有隐氏约侯盈,年七十家贫为大梁移门兼者 都七十岁了,还在大梁城的移门这里当门卫补贴家用 那这么一看,你是不是觉得他就是一个门卫老头吗? 有啥了不起的? 但是往下看,说一次公子至九大会宾客 坐定公子从车际虚左自迎喉生 大家都已经坐好了,准备开席了 宴会的主人魏无忌却丰富说要备好马车 空着车上左边的位置,然后亲自去迎接喉吟 这说明喉吟可不是一般的门卫大爷 他可是被魏无忌所看中的一位长者 这喉吟见到魏无忌来接自己了,他也不客气 设臂一关,就是穿着长服,破破烂烂的那种衣服 爬上车子就昂然上座,也不客气一下 魏无忌就在前面为猴吟亲自驾车 而且神情愈发的恭顺 车开到一半,这猴吟又对魏无忌说 说我有个卖肉的朋友在菜场里面当屠夫 这不现在又代步工具了吗? 所以我今天想顺便去看一下他 你那什么,现在掉头去一趟菜场吧 魏无忌也就照做了,而且一句怨言也没有 到了以后,猴吟就和他这位叫做朱亥的屠夫朋友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聊天聊了很久 与此同时,猴吟闭腻 也就是眼睛微微斜视着魏无忌 暗中观察他此时的反应 公子色愈合 只见魏无忌的神情依旧十分的谦和 完全没有愤怒急躁的感觉 哇,这定力确实绝非常人 要换作是我,估计早就绷不住了 猴吟这么折腾了一圈,终于差不多了 乃谢客救车,至公子家 公子引猴身坐上座,便赞宾客 向各位宾客介绍称赞猴吟 说这个人可不得了啊 实际里说,魏无忌这是为给猴吟过生日才这么做的 那这样看的话,这个故事似乎是合理了一点是吧 总之呢,不管怎么样 魏无忌的这帮宾客们都表现出了惊讶 你想啊,一个70岁的门卫 让一众宾客等他一个人等了那么久 还让魏无忌如此亲眼相看 确实是歧视一见 不知道这个叫猴吟的人有什么过人之处 史记后面其实还有一小段内容 大致上就是猴吟事后解释了 为什么要侵卖魏无忌 大致上就是说猴吟这么做 就会让大家觉得我猴吟是一个小人 而认为公子魏无忌是一个连像我猴吟这样的小人都能容忍 包纳的高尚之势,大家一定会更加敬重你云云 原文我贴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段时间之后秦国的兵马围困住了赵国的都城邯郸 赵国平原军赵胜的夫人是魏无忌的姐姐 这个之前我们说过 所以说魏无忌和赵胜是姐夫和小舅子的关系 围城的那段时间里 平原军从邯郸派往大梁的使者 灌盖相熟 啥意思 灌就是指使者们所穿的灌服 盖就是乘车上面的车盖 相熟 接梁不断 络绎不绝 前脚刚打发走一个 后脚另一个使者又来了 都是来干嘛的呢 当然是来责成魏国方面 赶紧进军的 平原军写给姓陵军的书信里面 充满了急切和责备的语气 甚所以自负于婚姻者 以公子之高义能及人之困野 经邯郸淡幕详情 而未就不至 就算你看不上赵胜我 难道你也不可怜可怜你的姐姐吗 讲道理 魏武记是魏安息王的弟弟 那魏武记的姐姐 岂不就是魏王的姐姐吗 那直接找魏王不就好了 关于这一点 可能的一种解释 就是魏武记和这个姐姐 是同一个麻生的 他们姐弟二人和魏王 却不是同一个母亲 所以必须通过魏武记来进行沟通 可实际上魏国这边不着急的人 他并不是魏武记 魏武记其实可着急了 你看原文 公子换职 真正不着急的人是谁 是魏安息王 公子竖请魏王 斥禁笔令及救赵 及宾客便是游说万端 王终不听 因为开篇的时候就说了 魏安息王受到了 来自秦昭王方面的死亡威胁 谁敢救赵 谁就等着倒霉 上一期里也说了 楚国黄歇的援军 已经在路上了 所以魏王盘算着 再怎么说至少也要等到 楚国军队差不多到了以后 再做打算 所以十万卫军不进不退 屯兵于野城 可魏武记等不了 再等下去恐怕 邯郸真的就要撑不住了 眼看老哥 油盐不尽 常规操作 怕是走不通了 那只能自己想办法来整顶活了 魏武记聚集自己的蒙下 兵客死士 弄了一百辆马车 准备和自己养的这些蒙客们 一起去赵国和秦军 以死相拼 那你想魏武记和他豢养的蒙客们 撑死估计就牵拔来人 这帮人从夷门离开大梁 就是那位侯颖做蒙卫的夷门 侯颖见魏武记他们三五成群 稀稀拉拉的出城 就淡淡的对新凌军说 公子此去好自为之 恕老生不能奉陪 除此以外更无他言 那魏武记出城走了没几里 心里却一直在犯嘀咕 他是越寻思越不爽 魏武记心想 说我对侯颖真可谓是不薄了 今天我们此去邯郸 只怕是凶多吉少 以后恐怕能不能活着再回大梁 那都是一个问题 这大概率就是诀别 这侯颖倒好 他这么一句话就把我给打发走了 不行 我得回去问个明白 不然估计晚上都睡不好觉 于是又转回去 复见侯生 侯生见到魏武记又回来了 就笑着和他说 我一准就知道你肯定得回来 今公子无他端而遇父亲 必若以肉头内胡 何功之有 公子你如今有了危难 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算了 居然还想带着这么几位 三瓜俩早的去亲自迎战秦军 这能有什么好结果 你这明摆着是去送的 而不是真的想办法解决问题 魏武记一听 就知道侯颖肯定有办法 公子再拜问祭 侯颖便要求平退众人 敲声对魏武记说 我听说 禁笔兵符在王卧内 调动禁笔手下十万大军的兵符 就放在你哥的卧室里 这里要简单的说一下 兵符是个啥玩意儿 兵符是战国乃至秦汉时期 流行的一种 用来传达命令 或者调兵遣将所用的凭证 一般这个东西它是一对 一半在出征在外的将军手中 一半在国军的手中 如果国军想要调动军队 或者对军官进行临时的任免 就得派人拿着这个东西 去和将军手上的那个符验 只有验证无误以后 命令才能生效 侯颖现在就是叫魏武记 想办法把魏安西王手上的 那半个兵符 想办法搞到手 以此去夜城取得魏军的控制权 然后再去旧喊登 这不比你和一些门客 一起去送死 有意义多了 具体怎么偷到手 猴颖也给魏武记支招了 如鸡罪性力能切之 你哥宠爱的一个叫做 如鸡的妃子 他经常出入魏王的卧室 他有办法偷出来 那如鸡凭啥 要为魏武记办事呢 常问公子宁曾为如鸡 报其杀父之仇 那位如鸡非常感激你 就算是为公子宁去死 也无怨无悔 所以只要公子宁 诚意开口 则得虎福 夺禁笔之兵 北旧赵西雀勤 此五霸之功也 虽然这是标准的谋逆 保不齐就是杀头的大罪 不过既然你都已经决定 带着几个人战死在邯郸了 那既然横数都是死 为什么不先成功救下邯郸 然后再去死呢 魏武记觉得侯盈 说的十分的有道理 于是就照侯盈的计策去做 果得兵符 拿到兵符以后 魏武记就赶紧要出发去夜城了 临行前侯盈又说道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假如禁笔 何福而不受兵 说什么要向魏王 再寝室寝室之类的话的话 那么这事就麻烦了 这样你记得 成那个在菜场里面卖肉的朋友 朱亥吗 这个人是一个200多公斤的 魏国大力士 可以让他和你一起去夜城要兵权 劲笔若听 那再好不过 如果他要是托三祖四的 说什么在研究研究 在寝室寝室什么的 那就不要犹豫 直接让朱亥打死他就可以了 太惨暴了 史记原文里还有这么一段 说魏武记 听侯盈说完这段话就哭了 侯盈问他 公子您这是害怕了吗 魏武记说啥呀 当然不是 我只是感慨于 静比是咱们魏国的宿将 只怕我去他那里以后 他是不会轻易相信我的 一想到到那个时候 我可能就要杀了这位 实际上没有犯任何过错的大将 为此我悲从中来 而以罢了 几日后 魏武记和朱亥等人来到夜城 静比在查验了魏武记带来的兵符 确认无误后 仍然表现得很怀疑 举手是公子 约 等一下 等会儿约 这里其实我有一个疑问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就是静比此时为什么要举手 一般来说举手就被翻译成 举起手来 但静比此时 做这个动作好像解释不通 静比是魏国将军 又不是法国将军 没事了 举手干嘛 我还看到一种解释 是说这里的手是通手的 因为在查验兵符 所以静比就低着头 看完了 仍然觉得此事可疑 所以就抬头开始约了 我认为这样的解释 确实是更加的符合逻辑 但我不知道 手真的有作为通假字 通手的情况吗 这是我的一点疑惑 分享给大家 总之 静比看完兵符以后 仍然不放心 就多问了这么一句 无庸十万之众 屯于镜上 经单车来代之 何如灾 这十万大军 可不是开玩笑的 几乎是魏国的全部身家了 我率领着这十万大军 驻扎在这边境上 你现在就过来了一辆马车 车上就你们这三两个人 拿着个兵符 就说要奉旨换帅 我怎么总是觉得 哪里感觉怪怪的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就叫配角死于话多 问完这话 静比还没反应过来呢 魏无忌身后的诛骇 立刻从袖中 甩出一颗 重达四十斤的大铁锤 一下就给砸到 静比的天灵盖上 静比将军 就这么梦云奇妙的 领了盒饭 出发的时候 魏无忌确实该哭 真的是死不瞑目 魏无忌诸骇 这么一通操作 估计把下面的士兵 也都给看傻了 这咋办呢 既然公子手里有兵符 静比又因为质疑新将军 而当场被捶杀 那还能咋办 听明白 公子遂乐兵下令军中约 父子聚在军中者 父归 兄弟聚在军中者 兄归 独子无兄弟者 归阳 这是真的要去打仗了 魏无忌为了稳定军心 给各个符合上述情况的军户们 留了个种 于是就这样 从十万里 选兵八万人 降而尽之 出发前往邯郸 接下来话风一转 我们要来交代战神百起的 最后结局了 清国方面 王和自从接手 围攻邯郸攻城战以来 表现的也没比他的前任 王林好到哪里去 王和久违邯郸不拔 诸侯来就 数战不利 武安军白起 听到秦军作战不利的消息后 就和别人说 你看看你看看 谁让秦昭王不听我的建议 结果如何 我看你现在怎么办 然后这话 不知道怎么的 就七传八传的 传到秦昭王的耳朵里了 昭王闻此言 顿时勃然大怒 欲强起武安军为将 而白起也是死将到底 坚称自己 身染重科 不难为将 这是在作死的边缘 疯狂试探 周暖王58年10月 秦昭王下令 解除白起一切职务 贬为士兵 还把他发配到英秘去戍边 大致为止 是今天甘肃临台县以西 然后不幸迹的 秦昭王发动了更多的士族 驻扎到冯城旁 继续进攻邯郸 这个时候 白起因为有病再生 还没来得及动身 邯郸方面 储君和卫君 已经开始行动了 赵国 叛星星 叛月亮 终于把援军给等到了 联军和秦军 站于邯郸城下 秦军和王河 本来就疲于攻城 被这么一推 终于绷不住了 秦军大败 这就是秦昭王后期 有名的邯郸之战 武安军并未行 诸侯攻王河 河树雀 前线告急的使者 每天都在往返于 邯郸和咸阳之间 眼见秦军 吃了这么大的一个败仗 秦昭王 郁家的恼羞成怒 急眼了 想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让人赶紧撵白旗 这个失败主义将军去甘肃 让他早点滚蛋 现在的秦昭王 只怕是看见白旗就烦 赶紧从我眼睛消失 结果人白旗 前脚走了 才十里地 刚到渡游 十里什么概念 大概我们正常步行的话 十里地的路程 我们只要一个多小时 就能走完 仅仅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秦昭王估计心里 是越想越气 就这么让白旗 这个抗命不尊的家伙 去到英秘 岂不是便宜的这老小子 估计这家伙 现在还在一边走 一边笑话我呢 这个和四百年后 一个叫做田丰的家伙 他的死因是差不多的 于是就找到范居 和他商议 说我看白旗 他在收拾东西上路的时候 意上样样有余言 好像仍然挺不服气的 嘴里讲不定 还骂骂咧咧的 要不索性还是就赐死吧 范居嘛 你懂的 和白旗是老对头了 他们在旁边火上浇油 山音风点鬼火 那都算是克制 一听秦昭王说要赐死白旗 那自然是忙不迭的 打折随棍上 双手双脚的赞成秦昭王 赐死的建议 秦王便派人追上白旗 赐给白旗 宝剑一柄 示意他自裁 史记里记载了白旗的遗言 他说 我何罪于天而至此灾 然后过了两久又说道 我故当死 长平之战 赵族降者数十万人 我乍而尽坑之 是足以死 遂自杀 一代战神 人徒 白旗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白旗一身为秦将 魏昌一败 一缺之战 白旗消灭韩卫联军 二十四万人 为秦国彻底扫除 东出路上的阻碍 阴影之战 白旗大破楚军 迫使楚清湘王 迁都于臣 楚国从此一蹶不振 长平之战 白旗一举歼灭 赵军四十五万人开创了中国历史上 时间最早 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法 至此以后 六国回天乏术 而秦国在白旗打下的基础下 向统一天下迈出了最为坚实的一步 白旗这一生大小七十余战 死后被尊为一代战神 在唐代 白旗也被列入了所谓的五庙十折之一 但顺带一提 咱们的宋太祖赵匡应 似乎很不喜欢白旗 所以把他从十折里面给踢了出去 除了赵匡应姓赵 所以估计不是很喜欢白旗以外 赵匡应对于白旗杀降这个事情 也是颇有微词的 老赵表示 白旗杀以降不知胜 何为受享于此 如此不讲武德之恩 怎么能配在这里享受国家的祭祀呢 所以你看白旗之死 这么重要的事情 司马光在这里却没有做任何的表态 这个就是我纯瞎猜了 估计和宋太祖对于白旗的评价 也是有关系的 司马光在这个事情上 多说一个字恐怕都是不合适的 总之 白旗就是这样一位所向无敌 百战百胜 但同时还是有一些争议的战神 彼时的秦国老百姓 只觉得白旗是个伟大的将领 可惜死于非命 所以大家都很同情他的遭遇 而相亦皆祭祀焉 老百姓还是念他好的 白旗悄然死于渡游的同时 为公子无忌 大破秦师于邯郸下 王和撤军邯郸 秦军败走 此战打破了秦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推迟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步伐 同时也吹响了秦朝王末期 六国反攻秦国的号角 在秦军全线崩溃的过程中 还发生了一件事 秦将郑安平为赵所困 将二万人降召 应侯有势得罪 这个郑安平是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为什么他降召范居会被治罪 不卖官子这位郑安平 就是当年协助范居逃往秦国的那个魏国人 范居在秦国发迹以后 郑安平也鸡犬升天 到秦国来成为了一名将军 现在秦军战败 他作为和范居交行深厚之人 带着两万人降召 这个事 范居自然是逃不了干系 更何况现在白喜一死 朝中没有能制衡范居的力量了 那秦朝王打压范居 这本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郑安平在赵国待了三年 赵孝城王封其为武阳君 三年后郑安平去世 他的领地又被赵孝城王给收了回去 郑安平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而咱们这一期的视频也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期将会是我的这个通读 自治通鉴东周系列的完结篇 除了邯郸之战过后 魏无忌的一些事迹以外 其祸可居 吕不韦和银子楚等人也即将亮相登场 而我们从第十话开始就霸占屏幕左上角 虽然尽心尽职 超长待机了十六期 但却实际上毫无存在感 周暖王也终于即将要下线了 随着周暖王的下线 国座绵延八百年的周朝 也将一去不复返 所以虽然我标题上写的都是战国篇 但其实更加贴切的描述的话 应该是自治通鉴东周篇的完结 奈何我已经用了战国这个标题 而且我也懒得改了 所以就这样吧 好了多余的话还是留到下期里再说吧 这一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波西米亚的华伦斯坦 喜欢的观众烦请点点关注 顺便求一波三连啊 真的拜托大家了 我的播放量大家也都看到了 实在是惨不忍睹 好了不说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